大家好,朝鲜13号首次公开了高油浓缩生产设备 金针前往核武器研究所和核武器及核物质生产设施进行现场指导 并指示集中一切力量生产战术后期制造所需的核物质 创造新的飞跃成果 这是朝鲜媒体首次公开金针视察油浓缩设施的消息和照片 韩国情报文章表示强烈谴责朝鲜公开油浓缩设施 并称正了解朝鲜公开油浓缩设施的意图 韩联社今天报道 韩国谴责朝鲜公开油浓缩设施 以朝鲜国务委员委员长金针指示权力生产核物质一事 统一部当天发表立场文件称 朝鲜非法研发后期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 对韩半岛乃至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韩方严正警告 朝鲜任何核威胁和挑选都将面临朝方 基于韩美一体延伸威慑体系所采取的腰带性反制 据韩国总统府称 韩国正了解朝鲜公开油浓缩设施的意图 并观察和分析朝方整体动向 韩联社称 有观点提出朝鲜或在美国大选前进行核实验 总统是一名官员就此表示 核实验时间取决于朝方领导班子如何决策 因此不宜预判具体时间 朝鲜当天首次公开高浓缩油生产设备 分析认为朝鲜在美国大选仅剩50多天之际 全面公开油浓缩设施 意在彰显其核能力 提高其今后在对美谈判中的地位 政府去年起研判朝鲜和试验筹备工作已完毕 专家则预测 朝鲜在美国大选前实施第七次核实验的可能性交代 日本共同社也消息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珍在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及核物质生产基地 视察了解生产情况 并公开了设有一排排离心机的油浓缩设施 此举意在展示核武器增产态势 与安保领域和深化合作的日美韩对抗 朝鲜2011年曾向美国物理学者公开过 位于西北宁边地区的油浓缩设施 但朝媒报道金珍视察油浓缩设施的消息为首次 就在朝鲜领导人金珍视察核武器油浓缩生产基地的同时 稍一股抵达了平壤 今天和金珍举行了秘密会谈 这次会谈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和朝鲜将进行新轮的武器援助 以及双方进行新轮的军事合作 未来朝鲜可能会扩大对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弹道导弹数量 同样在中国中国国家主义新平视察了陕西宝基甘肃天水 两省的核力量和核工业中心 新平现在在甘肃 媒体也报道了新平在文化领域和人文领域的考察之旅 这次新平视察甘肃方面主要是视察中国的核力量 因为中国现在在美国的卫星图显示的甘肃附近 其实中国目前已经扩建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基地 而且中国的西北地区已经完成了1号和2号洞 就是在核实验区 罗布泊已经完成了1号和2号洞的核武器实验的操作 就是说未来可以直接由中央下令在1号和2号进行核实验 朝鲜方面中国方面包括现在的美国俄罗斯都在积极地 对自己的核武器进行升级 也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核武器能力 所以实际上现在大家知道 现在围绕着俄乌战场 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 美国准备用导弹攻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那么俄罗斯现在也发出警告 所以各方都在积极地展示自己的核力量 俄罗斯今天也派军机绕飞日本列岛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2号发布消息 两架俄军图142巡逻机当天绕飞日本列岛一周 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这是防卫省第16次确认并公布俄军机绕飞日本列岛 上一次是在2019年的6月20号 共同列引述防卫省的消息 俄军两架飞机从岛根线 经对马海峡南下 然后通过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进入太平洋 在北方四岛上空飞行后 从中古海峡又飞往俄罗斯方向 日本官方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起飞战机来应对 同样俄罗斯方面也表示俄罗斯将对聂和泰的出口进行限制 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公表示 关于限制聂和泰出口的建议是对俄非法贸易限制反击 贝斯科夫称目前没有任何具体决定 这只是一个考虑的建议 不寻求伤害自己 不寻求对我们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 总体上这与非法贸易限制做法 不断对俄罗斯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企图有关 俄罗斯方面基础能源还有矿物质方面 也对西方发起了反制 中国13号中国海警局梅山舰绣山舰组成编队 正式启航前往俄罗斯执行中俄海警2024联合巡逻任务 任务期间中俄海警将围绕打击海上安全威胁海上搜救等课题 组织联合演习 演习结束后 中俄海警舰队将开展北太平洋联合巡逻 此次中俄联合巡航不针对第三方 与当前国际形势地区局势无关 旨在巩固深化两国海上之法力量友好务实合作 建立完善中俄海上之法力量联合巡逻的组织和协同机制 增强共同应对各种海上安全 另外欧洲媒体报道 俄罗斯一位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鹰派人士表示 俄罗斯鹰明确表示 愿意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国家使用核武器 并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深日报》采访了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他是俄罗斯著名的鹰派 他敦促普京加强核政策力量 俄罗斯莫斯科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 核打击而不引发全面核战争 美国声称向美国的盟友保证提供核保护 是撒谎 卡拉加诺夫表示 俄罗斯核理论的主要目标 应该是确保所有现在和未来的敌人 确信俄罗斯已准备好核武器 在乌克兰占领俄罗斯库尔斯科地区 数周后 莫斯科的军队仍在位将乌克兰军队逐出而战 他的评论中表示现在是时候宣布 我们有权用核打击来回应任何针对我们领土 大规模的袭击 这也适用于任何对我们领土的占领 西方安全专家密切关注卡拉加诺夫的言论 认为他体现了俄罗斯外交 国防和核政策思想 他的观点可能并不代表官方政策 但克里姆林宫曾多次给予他有影响力的论坛上 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机会 而直接向普京提出建议 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呼吁修改俄罗斯核政策 他是最著名的人物 而莫斯科方面目前已经表示将修改俄罗斯的核政策 现行的军事理论认为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 回应其他国家的核攻击和威胁 该国生存的常规攻击 卡拉加诺夫表示 这种理论是不负责任的 甚至是自杀性的 因为他并不能充分威胁俄罗斯的敌人 并让他们相信莫斯科几乎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后期 他如果俄罗斯不能成功改变这种假设 并重新建立威慑力量 那么他将走向灾难 在乌克兰开战两年半以后 俄罗斯面临着在战产上血流成和经济上耗尽体力的风险 这可能导致衰落甚至崩溃 卡拉加诺夫过去曾呼吁俄罗斯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以警醒敌人 自俄战争爆发以来 普京多次发表关于西方解读和威胁的言论 他表示俄罗斯无需动用核武器也能赢得战争 路透社说 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表示 卡拉加诺夫通过表达让西方感到警惕的观点 使普京在相比之下显得冷静和温和 从而为克里米中发挥了有益的宣传作用 采访中的《生意人报》的记者 叶列纳·切尔年科询问卡拉加诺夫 如何确保他所倡导的政策不会导致全面核战争 那么卡拉加诺夫回答 任何有限使用核武器的行为 都必将导致一场核战的说法是经不起批评的 我向你们保证所有核大国都有在特定情形下精确使用核武器的计划 卡拉加诺夫还说 我并不是呼吁走一条危险的道路 而是呼吁拯救世界和俄罗斯 我们要么赢得战争 要么分崩离析 那么今天的美国呢 也对参与巴一散弹道导弹计划开发的 中国研究机构和公司实施制裁 美国院发言人马修米洛表示 北京自动化工程研究院与巴一散合作出售 用于测试杀新导弹火箭发动机的设备 制裁还针对中国湖北华昌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环球企业和西安隆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及巴一散创新设备公司 以及一名中国公民 那米勒表示制裁的原因呢 是他们转让了受导弹技术限制的设备 中国呢 现在和美国还有俄罗斯之间啊 这种特殊的关系 大招现在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俄罗斯现在呢 发出了各种警告啊 那风暴之影呢 我今天说过啊 风暴之影导弹 即使能够攻击莫斯科 俄罗斯方面对风暴之影导弹 这种低速导弹 是完全有拦截能力的 因为乌克兰现在这种导弹呢 在俄战场被拦截的这个成功率是很高的 因为它并不是高速导弹啊 虽然能打到莫斯科 但是莫斯科现在并不紧张 因为有非常多的手段能够有效的限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风暴之影 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来打击莫斯科啊 打击俄罗斯这些军事设施 但是我说过啊 这个实际上开了一个口子 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我开了这口子以后 现在把低速导弹啊 像风暴之影这些低速导弹卖给你 那未来我可以向乌克兰提供高速导弹啊 或者射程更远的 打击精度更高的啊 甚至高超级导弹 这个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 也就是普京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反对的是美国开始武装 或者北约开始武装乌克兰啊 甚至使用高超级导弹武装乌克兰 那这个口子一开 实际上对美国和俄罗斯 那整体的平衡就打破了 因为美国可以用乌克兰之手 来攻击俄罗斯的核力量 听懂这个逻辑啊 用乌克兰来打俄罗斯核力量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间接的由北约来攻击 俄罗斯核力量 那不是乌克兰不是北约国家 也不是美国 但是呢 把武器卖给乌克兰以后 乌克兰可以攻击俄罗斯核力量 我今天在这个底层罗技频道 我那个频道给大家今天报道了 美国派出了两架侦察机 沿北极方向对摩尔曼斯克 摩尔曼斯克战略轰炸机的基地 进行了无人机侦察和打击 那么实际上就是摸清了俄罗斯在北约边境的所有的军事基地 包括战略轰炸机的起降基地 那我就可以利用乌克兰来打击你 包括利用芬兰领土发射乌克兰的无人机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就造成实质上的俄罗斯的核力量被削弱 那么俄罗斯核力量被削弱 那就会造成俄罗斯未来和美国之间形成一种核力量不平衡 这才是俄罗斯反对的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包括朝鲜包括中国 其实都在展示中国和朝鲜各自这种核力量 包括俄罗斯也是 就是明确告诉美国 你想削弱中国 想削弱俄罗斯 削弱朝鲜核力量 各自国家都有能力 完善自己的核力量 而且有能力来应对你美国 那如果削弱了一国的核力量 其他国家也会随着整个力量的变化 出现一个力量的不平衡 那就会可能出现误判 记住啊 现在的和平是因为大家能够相互毁灭 所以有了和平 如果不能确保相互毁灭 而是你能毁灭别人 别人不能毁灭你 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动手毁灭对方 那就有可能爆发核战争 爆发核战争的结果 那可能这个世界要为美国的行为买单了 所以这也是俄罗斯讲的要拯救世界的原因 就避免这种核力量的不平衡出现 不平衡出现以后会导致误判 你看中国包括朝鲜 包括俄罗斯也在展示自己的核力量 中国现在的核力量 按照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情况 中国目前870多枚 很快将达到1000枚 还有到2030年吧 达到1000枚 还有大概是个三年 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就可以达到1000枚 按照美国方面说法 中国可能会提前 那么核弹头 这个核的原料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合作 俄罗斯通过这个核电站 来制取这个布 核武器布 核武器级的布 这个迹象官技术也在帮助中国 也就转移给中国 中国也在增加核弹头数量 朝鲜你可以看 这次朝鲜金智恩展示的 这个游浓缩设施 就是告诉你美国 记住啊 他给你能看的 能让你看到的 能给你展示的 已经是上一代了 那么就是朝鲜金智恩 实际上告诉你的 就是我已经有了新的一代 这新的一代可能就是俄罗斯 提供给朝鲜 提升了朝鲜 也提升了中国核力量 那就会对美国形成一种威胁 那么就形成了对美国霸权的制衡 也就是要多极世界 那么现在看到美国呢 希望利用俄乌战争 用乌克兰之手来削弱 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 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本身双方的目前都没有开枪 就好像两个人互相拿枪指着对方的头 那双方都没有开枪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相互毁灭 我们都能毁灭 所以没有开枪 但是美国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改变这种力量平衡 削弱俄罗斯的核力量 用乌克兰之手来攻击俄罗斯核设施 核力量 那这个时候俄罗斯反应开枪 那俄罗斯开枪 其他国家会不会有连速反应 所以这个世界又回到非常危险的边缘 这也是现在国际媒体关注俄罗斯原因 就是美国现在要对俄罗斯进行压制 要对俄罗斯产生优势 用乌克兰战争 削弱俄罗斯的核力量 但西方这么做的 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对西方集体不利的结果 也就是可能导致核战争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中国包括巴西正在联合推动俄乌战争的和谈 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和巴西这些新的增长型的国家 他不希望未来的战争 俄乌战争会导致整个世界进入核大战 发展中国家 我们现在是发展最关键时刻 然后你们要进行核大战 对谁不利 对中国和巴西不利 巴西经济增长率也是非常高的 巴西经济增长率非常高 所以巴西的未来的整体的经济也是非常吸引的 甚至巴西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那么也就是说你看像巴西向中国都积极寻求和平 因为和平代表发展 代表中国和巴西未来 前景是光明的 你们这些国家你要发生核战争 对巴西和中国的未来是一种威胁 所以赶快停止战争 赶快进行核弹 战争不能扩大 因为这个战争再继续下去 双方互相之间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把这个更先进的导弹提供给对方 来攻击核心目标 那一定最后爆发核战争 所以这就是中国和巴西一定要劝核促谈 一定希望这个战争结束的原因 而且战争结束我说过 普京政权就不会倒台 战争结束 俄罗斯就不会被西方利用这种 消耗战消耗最后崩溃 俄罗斯不崩溃 那就美国和西方 北约就永远拥有一个强大的 俄罗斯这么一个敌人 来和西方消耗 对中国的崛起 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 来牵制美国 非常有利的 所以和平 中国是积极寻求和平的 再看到现在美国不断的 把俄欧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推向一个新的极端 所以我就说过 台湾人好像就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 包括中国大陆有一些人 但实际上你看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希望和平的话 为什么不在战争爆发之前 就给乌克兰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 为什么要激怒俄罗斯 还有一点 为什么明明可以进行和谈的时候 一定要拒绝和平 实际上已经说明了 这场战争的本质 不是侵略与反侵略 而是北约的东扩 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之间进行的冲突 俄罗斯为了维持自己的国家 不被北约最后肢解 被迫发起的反击 这才是俄乌战争本质 西方想用这个侵略者来形容俄罗斯 但是北约的东扩已经20年 没人提 而且北约现在还在用各种手段刺激俄罗斯 甚至希望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来攻击乌克兰 使整个战争盛级 这能叫一个和平组织吗 所以实际上这场战争的本质 从2020年2月24号当天我就说过 中国有很多人他不理解 他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 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 那么你现在就知道了 中国和巴西寻求和平 因为巴西和中国未来的发展 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 而且中国和巴西长时间的和平和发展 未来的经济总量 包括未来的老百姓的人民生活水平 是一定会提高的 那么和平对巴西和中国非常关键 那在这个时候 美国积极寻求在这个世界挑起战争 甚至要挑起东北亚地区 日本和俄罗斯 对吧 台海南海的冲突和战争 目的是什么 那么中国怎么样保证自己拥有个和平的环境 除了常规武器以外 就是核武器 要震慑这些国家 所以你看中国 寻求核武器升级 包括核武器数量增加 也告诉你美国 如果你未来敢在中国周边地区挑选中国 敢对中国的核心底线 台湾问题动手的话 那中国也有核力量 就逼迫美国 他不敢动手 那么台湾问题 就不会出现失控 也就不会出现美国点燃台海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和平崛起 就能够实现 记住啊 现在最希望点燃台海 点燃中国周边的是美国 你看看乌克兰就知道了 所以这才是逻辑 所以我一直在讲 很多人看俄欧问题 看目前台海问题 没有把美国放进去 因为背后操作手 背后的操纵者就是美国 他要的目的是什么 要的是欧亚 大陆的乱 要你们互相斗 让你们互相消耗 然后美国根据你们互相之间 这种错综复杂关系 选择出一条对美国最有利的道路 由美国来肢解 欧亚大陆 美国来合纵连横 你们一团乱麻的时候 我就重新 像二战一样 我重新拉一个打一个 重新布置 我在欧亚大陆的战略 最后让美国永远 殖民欧亚大陆 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它永远是发达国家 永远来左右世界 那这样公平吗 从这个现在的朝鲜 再到俄乌战争 你再到现在台海 再到南海 你看看美国 所以只有中国的力量的崛起 包括核力量的崛起 才能够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有了和平和稳定 你才有发展 不矛盾 这是我一直在讲的 为什么现在西方不断炒作中国威胁 但真正威胁世界的是美国 为什么没有人说 为什么所有人都指着俄罗斯 就没有人说北约的东扩呢 比如俄罗斯是要加入北约的 什么事情咱们可以谈的 那我加入北约 为什么不让俄罗斯加入北约 你在看现在俄罗斯 为什么要强调要跟你欧洲 要跟西方打核大战了 有过去要加入北约的一个普京 现在突然要跟你打核大战了 要开始跟你进行最后的摊牌了 为什么 难道不是西方的政策问题吗 为什么 因为他就要制造一个敌人 不制造俄罗斯这个敌人 我美国在欧洲存在有必要吗 我不知道一个俄罗斯的敌人 欧洲能听我美国的话吗 同样 欧洲的敌人俄罗斯也适用于中国呀 我不制造一个中国这么强大的一个敌人 这么邪恶的政权 这么一套说辞 东盟 日本 韩国 我这些在东南亚 在亚洲 东北亚的盟友 能听我美国调钱吗 我怎么收割这些国家 我必须制造一个邪恶力量 但这个邪恶力量呢 它如果是强大的 它如果也拥有上千枚核弹 它就不是邪恶力量 它就是正义力量 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中国为什么要增加核武器 当你核武器只有几百枚的时候 你就是个邪恶政权 像朝鲜 当你核武器拥有上千枚 甚至能毁灭整个美国 毁灭整个世界 用完全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是正义使者 你就是正义的化身 你就全球和平的维护者 这就是逼着中国 在升高中国的核武 逼着中国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 这是中国的选择吗 这是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围堵 一步一步产生的后果 很多中国人不理解 总觉得中国真邪恶 你看又造那么多核武器 又对世界产生威胁 是这么一个逻辑吗 美国为什么叫世界警察 美国为什么叫 维护这个地区的什么 主导力量 为什么是美国主导 因为它最强大 当有一天中国强大的能力 能和美国抗衡的时候 那么中国就能够跟美国 一起来主导这个世界 中国就不再是破坏这个世界秩序的力量 美国也被迫必须承认 中国是世界的一级 这就是未来 所以现在美国人给中国人洗脑 希望中国内乱 希望中国推翻政府 希望中国变成邪恶力量 咱们要跟邪恶力量斗争 跟很多人洗脑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搞笑的 只是因为美国它现在先进发展 发达的经济体 有强大的军事 它就代表正义吗 它为美国利益服务 要去为美国利益收割世界服务 那你中国人 你跟着美国一起 去肢解中国 围堵中国 你不觉得你变成美国一个工具吗 真的 有时候我打开互联网 我看到那些华人 每天按照美国的剧本 每天在那照本圈刻 我觉得非常搞笑的 俄乌战争也是一样 要独立思考 要看懂背后的逻辑 要看懂这个世界发生什么 你不要光看中国 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要看为什么选择这条路 对中国怎么样有利 怎么样中国未来能够保证和平 保证发展 不被直接 这才是真正的为中国利益服务 有些人天天想的是什么 为了自由民主 就是为了中国好 有几个中国人相信你吗 然后又打着什么正义的旗号 来肢解中国 肢解中国的结果就是中国 无数的战争 内战 能是为中国好吗 记住中国现在不能打内战 中国现在是发展 要和平 中国被迫 只能在中国的现有力量上 增加自己的核力量 来震慑美国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你看朝鲜也是一样 他放弃后期 立刻就像那个 对吧 北非的那个卡扎菲一样 放弃后期 立刻就 整个政权就没有 朝鲜没有放弃 结果呢 朝鲜获得了和平 没有人敢动朝鲜 就是这样的 你要增强自己的实力 你才有和平 才有稳定 没有和平 没有稳定 你怎么发展 今天就讲这些 我真的很奇怪 互联网上有很多人不理解 一直在讲 就中国要什么 放弃核武器 放弃手里的这个 军事力量 和美国坐下来谈 好好谈 大学教授讲 要谈给人家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傻 还是坏啊 大概率是坏 虽然人都知道 美国想做什么 但是你让中国放下武器 那最后的结果呢 任人宰割 你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 中国过去没有放下武器吗 太多了 民国 丢了多少土地 最后民国换回了什么 不要相信西方 他那套说辞 什么自由啊 民主啊 那套东西 那是针对西方人本身的 他的一切的底层逻辑 就是掠夺 没有掠夺 哪有西方那么好的生活呢 难道他们真的勤劳吗 哎呀 我呢 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啊 每次看互联网 真的 我刚做节目时候啊 看着互联网 我不理解 就有一些中国人 在互联网上 每天都是在攻击中国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 一直在做节目的一个动力 通过节目给大家解释 现在这个地缘政治 和现在看到很多新闻 你看很多新闻没有人给你解释 只告诉你一件事 按照西方视角告诉你 中国朝鲜都邪恶 俄罗斯邪恶 邪恶力量在增长 那我们呢 我们要肢解邪恶力量 把他们都肢解掉 但咱们中国人要用中国的逻辑 要中国的视角 要用欧亚大陆视角来看 为什么他们 西方他们能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他们就是正义的 而中国增强军事力量 就是邪恶的 这不合逻辑 所以我给你欧亚大陆的视角 你就会马上发现 所有的他们的逻辑都是错误的 那海外的华人呢 你们应该支持谁呢 支持欧亚大陆的崛起 支持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这下你也可以听得到对我们的逻辑 这下一个下来 我们下期的期待 由于可以 Mo3 node 对我们逻辑的 那我们逾辑 是